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哥 今天是8月3号下午2点半 先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过 这7月是一个上涨几率比较大的月份 果然这个7月迎来史上最疯狂的7月 台电这边是连喷了两根涨停板 加全指数 可是一瞬间就涨了600多点将近700点 那投资朋友你过去什么时候看到 这台电两根涨停板呢 所以7月份这边是最疯狂的一个月份 那时间点进入8月 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我们这边来看到加全指数的技术分析图 进入8月那过往统计来看的话 8月是一个很难搞的月份 因为这边多空有点分歧 那似乎也有点符合目前大盘的一个形态 大盘是什么样的形态 在上礼拜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提到过 加全指数即将进入一个盘整状态 盘整状态代表什么 中小型内股会轮流冒出头 半导体和相关的全指股会稍微休息一下 那这边你要去留意一下 从全指股的资金测出来的资金会跑到哪边去 中间会跑到贵买指数 那加全指数今天跌了150几点 我们需要过度担心吗 我们这边来把它放大看一下 加全指数这边给大家两个符号 第一个符号跟第二个符号 这边你可以把它看待成一个大小区间 首先加全指数目前会在第一个区间这边来回做震荡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放大看的话 在这一跟二这个区间 那为什么要这么看待呢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区间是有什么 分别是前波的一个起张点 第一个起张点往上去做突破之后 7月27号的缺口没有封闭 目前先看待第一个区间来回去做震荡 那来回去震荡今天打到黄色这条线 中间认为是一个合力的买点 那在我们看到第二个这个区间的话 你可以看到也是一个起张点 所以这边第二区间刚好也是什么 刚好也是个月线所在位置 前前我们跟大家提到 上阳的均线会提供一定的支撑 所以如果有回到这第二个区间的话 中间这边会加大部位 因为上阳均线是一个合力的买点 那事实上这也不是中间跟大家提到 这是葛兰币巴拉法则告诉我们的 上阳的区间会有一定的支撑 打到这边股价很容易有个机会做反弹 所以加全指数目前就是这样 你先看待一个区间形态 区间盘整即便说今天大跌150点 中间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你先看待一个区间的形态 知道什么跌破绿色这条线 跌破绿色这条线就会比较糟糕一点 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如果跌破绿色这条线的话 中间这边部位会稍微先做了几码 甚至保持一个什么空手状态 所以接下来区间发展 我们就好好盯盯着这三条线变化 同时我们可以从成交量来看 成交量今天是呈现一个什么 虽然说比上礼拜五还要多一点点量 但是没有出现一个爆量的形形 爆量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至少要爆到3000亿以上 因为我们是用月均量的角度来去做看待的 所以量是呈现一个缩下的并没有失控 在我们看到新台币的汇率走势 我们过去一直跟大家强调 这个盘就只要紧盯着成交量 还有新台币汇率走势的一个变化 那今天新台币还是呈现一个升值 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热钱还是持续流到台湾市场 那只要资金没有出现断链的形形 代表说什么 这强势股还是会轮流的冒出头 即便大盘今天是呈现一个重挫150点的 但是怎么样 还是有很多股票是呈现大涨的 还是有很多股票突破区间平台的 还是有很多股票来到一个涨停板的 所以这边8月的季节 这边月份可能会稍微比较难搞一点 但是你只要追踪资金流向化 相信获利还是会有的 因为接下来的资金流向会怎么样 通通集中化 集中化的情形之下会让一个股票怎样 特别容易往上做喷出 所以这边你要好好跟着这种哥来追踪一下 资金流向会流到哪边 那这种哥刚刚有提到 资金流向会跑到贵买指数 那事实上贵买指数 这种哥也不是在这两天才跟你提到 我们在7月28号的时候 大盘收了一个爆量黑黑的时候 我们就跟你提到 当时贵买指数还没有往上涨的 那我们跟你提到贵买指数 接下来中小型内股有机会接棒演出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盘面上 台电是不是开始呈现一个休息的状态 联发科今天也是呈现一个这样 开高走低准备进入一个震荡阶段 所以资金有明显跑到中小型内股 中小型内股至于有哪些 我们待会再好好帮大家做个追踪 那首先我们先追踪一下 我们目前的一个核心持股的状态 在6月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提到 接下来选股的方向 你就往哪个方向 往5G 车用电子 还有IC设计 那这三大主流 我们到目前 还是有一些主流股 还是把它抱着 那这核心持股 我们有跟大家提到 这涨多了 成本拉开了 我们就让它去做震荡就好了 这边我们都要手提力就好 那手提力这边 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 你不要为了害怕少赚5% 而且然后去错过后面50%大利润 如果你这么提心 这么害怕的话 你很有可能怎样 就错过像623旺系这样的标普 或是错过像4536脱凯这一档 那脱凯这一档到底在搞什么呢 为什么这核心股还在抱着 你可以看到形态上 有没有开始明显出现转落 看起来好像也还没有嘛 那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 有跟大家提到 你要去留意一下 留意什么 这个收敛呢 收敛平台呢 已经将近尾声了 结果上礼拜我做了一个突破 那今天虽然小幅压回 但是没有跌回来这个区间 那这我认为高点呢 还是有机会怎样 再去做突破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段很像整理的过程中 外资跟投现筹码 好像都没有出现明显冲动 所以只要它能再过高 前波高点165的话 那这种是用还原全息的日线图 来跟大家做说明 只要它能过这什么 过高点的话 随时有机会再往上去走一段 所以这档个股 你要好好特别留意 那这档到底在做什么呢 它在做自行车的一个碳纤维车架 那我们都知道 这电动自行车 目前在欧洲可是卖到变轨 卖到变轨的情况之下 这相关零组件 绝对呢 有机会跟着走一波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它目前不会涨 就之后都不会涨 因为目前是怎样 走一个震荡修养的阶段 前前第一波涨完之后 这边走一个震荡修养的阶段 只要它可以再过高的话 我们以这个等距来看的话 车从130涨到160 那如果可以过高的话 投票你去想一想 160可以涨到哪边呢 这就让投票 你好好去思考一下 在我们看到6679玉太 6679玉太跟这个 刚刚我们提到的拓改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怎么说呢 因为它这边突破了一个区间平台 那突破区间平台代表什么 这个多邦有意再次发动公式 只要这个前波高点有机会突破的话 将会怎样再重启另外一波涨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 让这个预待远距需求 还有这PS5的热卖 MEMS的麦克风 可是卖的下降 所以我们可以持续追踪 它的营收 如果它营收变化 是持续往上去做成长化 那这高点呢 总共认为就有机会来突破 那玉太跟这个拓改 我们目前波段获利呢 完全全息都已经超过两成了 那超过两成 我们实际上不用太过急的 太过急的担心说 会不会少赚什么 你只要记得 形态没有转落 它就随时有机会 再往上攻击 不要为了害怕少赚5% 而错过这样 后面的50%大利润 如果说我们的623旺系 将随便提早走的话 在它处置交易的这段期间 如果急着下车 急着害怕说会不会少赚 那后面这一段 就通通都赚不到 目前我们的623旺系 在波段获利80% 先卖一半之后 目前中哥还有一半的部位 那这一半的部位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只要它形态开始转落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一路续报 参与它上涨的行情 那如果它达到月线的话 有价差的时候 中哥就绝对会把它买回来 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卖在15-157这边 抓个中间156好了 今天149 这样价差7块钱 价差7块钱 中哥认为还可以再等一下 只要它达到上扬 上扬月线 中哥就会把这部位给买回来 刚刚我们提到葛兰币的八大法则 打到上扬的局限是一个合力的买点 所以只要它有打到上扬的局限 中哥就会把这一半的部位给买回来 那可以看到 这个前波 前波量缩 前波这个处置交易这段期间呢 是呈现一个量缩的 那量缩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每天跟大家做追踪 我们跟大家怎么提到 只要缺口还没有封闭 那多方就还有机会再攻击 结果这个解禁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持续往上走一波 那目前也是走一个量缩整阶段 量缩整阶段只要再放量的话 就一样随时有机会再过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跟大家做几盘 都是想用成交量 用均线角度来去跟大家做几盘 绝对不会一直变来变去 现在看到模仿股票涨停 就跟你讲说这档股票 我们有或是让股票跌停板 我们就跟你讲说 我们已经卖出了 从来都不是这样子了 我们在跟你讲的 还有我们现在做的 是绝对一模一样的 再来我们看到 这3034的连勇 连勇我们今天波段货力 也是将近快四成的 在上礼拜五创了 还原全息新高之后 虽然开高走低 但是这种跟人为 今天收了一个红K棒 小幅上涨2% 这只要再放量的话 这高点还是随时有机会再过的 那加上以目前的面板 面板这报价是持续呈现上涨的 但是3034的连勇 极限会在哪边呢 没有人会知道 我们只要续报 陪它一路慢慢成长就可以了 所以目前三大主流的核心持股 这种就是剩下这四档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三大主流 我们可是跟大家追踪过 好多档股票 那相信你只要追踪这种歌 清楚了 有收看这种歌影音节目的 相信在上个月 7月份呢 这样是你涨停板最多的 最多一个月份 相信在你交易生涯里面 你没有碰过有这么多 涨停板的一个持股 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提到的 6223的旺系 或是3374的精彩 3374的精彩 目前也是走一个 量缩横向整理阶段 甚至8933的爱迪亚 爱迪亚不断涨幅了 可是高达70% 有没有 100万进去 怎样 100万进去 你可是拿170万回来 赚了将近70万了 所以这爱迪亚那今天有再度转强需要 已经连两红了 那如果他能改变这个区间形态的话 中国认为他有机会再度往上走一波 我们刚刚不是有跟大家提到吗 这电动自行车在欧洲可是卖到变轨了 所以相关的这些零组件呢 你可以好好特别留意 只要99212这个巨大的 9914的美丽达或是8933的爱迪亚 他们还是轮流在往上做攻击的话 中国认为电动自行车相关个股 还是有机会了 再来看到IC设计 你可以看到这也是多档有涨顶板了 甚至2379的瑞宇 今天还在创波段新高 所以你只要有追踪仲哥群组 仲哥这边跟你打爆票 相信过去7月 是你交易生涯里面最多涨顶板的一次 所以影片下方的这个按赞 或是订阅或是分享 别忘了这边不要吝啬 动动你的手指头 按个赞跟仲哥分享你的喜悦 留个言跟仲哥分享你的喜悦 因为这边8月会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一个月份 所以就按赞订阅加分享 锁定仲哥群组 锁定仲哥的音音 才能怎样 在8月份再创佳基 那这种仲哥群组应该怎么加入呢 拿起你的手机 LINE 输入这个小老鼠 BBA5820H 就可以了 那再来我们来追踪一下资金流向 我们这边不能否认股价是由钱堆出来的 不管是做当冲还是做隔日冲 还是像这种一样做一个波段交易 相信了你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股价是由钱去堆出来的 当资金流入了个股 它的股价就这样 特别容易往上涨 所以我们从跟大家追踪到神迹 从资金流从神迹类股转移到电子类股 特别是半导体类股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帮大家追踪到5G 采用电子还有IC设计 基本党党波段获利都来到三成以上 那你可以看到IDR波段涨幅70% 在623的旺系波段涨幅可是高达了80% 或是你可以看到3034的联用虽然还蛮了一点 但是也有波段涨幅40% 所以你就好好追踪这资金流向 才可以怎样 才可以在市场上面赚到一根又一根的涨停摆 因为这些资金流入的个股 它的股价走势就是会特别强势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大盘是出现往下达 但是还是有股票往上走 往上走的情况之下 到底是资金跑到哪些呢 我们先来追踪一下 这有先前我们7月20号 跟大家追踪的3037的新鲜 还有8046的真蓝店 8046的真蓝店 今天还是试图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但是尾盘有稍微打下来 那形态上来看的话 你看到这形态转弱了吗 好像也还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你这种试图会持续帮大家去做个追踪 再来我们看到2439的美绿 先前我们跟大家看到 你要去留意一下 这力讯相关的平概股 那在美绿刚刚突破的时候 第一根黄色圈圈的时候 我们这边还有特地跟大家做提醒 那一路来到这边之后 中哥这边要选择什么 在今天把这筹码卖给有需要的人 后面如果再涨的话 中哥就祝福他 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事件资金在操作上面 你可以有当充隔日筹 也可以有波段交易 那这波段交易去怎么去做定义呢 事实上应该如何去做定义呢 事实上你满足就好了 那为什么我们在2439美绿今天认为说是一个满足点呢 最后是股价发生一个背离的巡浪 那这把所谓释放出一个利多 但是股价今天却没有上涨 他总会选择什么 选择先获利下车 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进场里 其实都跟前面几次的股票 都是大同小异的 从形态 从筹码 或者是加上一些资讯性的交易 那资讯性的交易是什么 还不说他近期有什么大事件要发生呢 比如说要公布财报 或是什么公布营收 或是什么比如说法说会 那过往美绿的法说会呢 他这边呢 之后的走势都会非常漂亮 你可以去看一下美绿过往的法说 后的这个股价表现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那这种会基于这样的理由来切入美绿之党 那今天股价出现背离 那这种全责是什么 选择今天先把它给获利下车 那同样从这黄色圈圈这边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边涨上来 这边报酬率也是有10% 这大盘这边开始 前波中小型类股经过一个修正状态 我们这档中小型类股的美绿 还能有10%的报酬率 也是很不错的 这10%的责买也是很好看的 所以我们这边是怎样 这交易有长有短 当来到相对满足底的时候 形态上这种会觉得不对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选择先给它获利卖出 所以这个盘面上没人跟你说的 跟你说买 还跟你说买 这真的是找不到的 中国不但跟你讲买点还跟你讲卖点 绝对不会说什么 明天突然美绿跌顶版 假设啊 假设美绿跌顶版之后 仲哥才会跟你讲说 啊但我们昨天卖得很漂亮 我们呢都是给你讲在前面的 讲在前面是怎样 希望让你进出呢有所依据 那再来我们看到6176的瑞宜 瑞宜呢今天没有过高 那形态上来看的话 仲哥认为这短线上 瑞宜要开始进入一个震荡 那仲哥进场的理由是什么 当初看到这筹码加 然后形态往上去做突破 他另外一个理由是卡位Q2的财报 所以如果他形态上 在Q2财报公布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往上去做过高的话 那仲哥会怎样 也是选择先把它给获利出场 再来我们的波段谷8104的莱宝 莱宝呢仲哥就选择给他爆一个波段 那目前形态上来看的话 他仍然是走一个什么 走一个区间盘整 那区间盘整 我们就没有必要急着动来动去 就是耐心的陪着他往上去做成长就好了 那目前盘面上 Mini LED非常行 但是仲哥要跟大家说的提醒是 Micro LED则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那这莱宝跟耐创策约结盟 刚好卡到这Micro LED的一个关键技术 所以从形态上面来看的话 第一阶段往上做突破之后 那开始走一个横向整理 放量再过高的话 那就是方向开始了 所以你要好好留意 这区间呢 什么时候会做了一个改变 在我们看到6165的结态 6165结态 我们今天在群组上面 有跟大家公开做分享 各位朋友 群组还没有加入了 记得赶快手机拿起你的 拿起你的手机 然后LINE输入小老鼠BBA5820H 那这样众哥为什么会切入这档 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档呢 最重要的理由是 形态今天往上去做了一个突破 那外资在这边可是连买数日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大概是在36块 36块到36块半这边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走势是怎么走的 一路往上直冲 我们的全国会员朋友 大概是买来36块左右 那众哥跟你分享的时候 大概是36块半 因为众哥也是要花点时间来做图嘛 就一路往上走 一路往上收在一个最高点37块半 那众哥可是呢 怎样 可是有光明正大跟你分享 绝对不是说 是又看长又说长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8月3号的时候 在群组是怎么跟大家提到 就是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呢 你目前所看到的理由是完全一样 所以这也是符合众哥现在跟大家提到 我们跟你讲呢 看我们目前在做 绝对呢是一模一样的 那6165的结贷后面会怎么走呢 我们再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这边你只要记得跟上我们 及时买卖操作脚步就可以了 因为进入8月 8月的这边是一个难搞月份 资金呢将开始集中化 集中化的情形之下 如果你不懂得追踪资金流向的话 你很容易怎样去交流给 而且会怎样 你很容易会被扒来扒去 明明你买到一档好股票 但是股价却是连续往下走 那么这就代表资金有开始测出了 所以这边你就跟着众哥追踪资金流向 测到机会怎样 把强势股一档一档放到口袋 一档又赚过一档 所以呢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呢 欢迎各位朋友 点击把单跟上我们 及时买卖操作的脚步 当然众哥全主 你一定要把它加入 这Lite呢 小老鼠BBA5820H 它又回来FLY17168 大众哥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下期见咯 谢谢拜拜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